你是最后一个神子 天神竟然爱藏身 可否救救我这个卑劣的 朝鱼记名结局揭开 事情全貌 原来这一切都是魔神计划好的 当坦台竟成为魔神的那一刻 便看到了自己的死亡 身躯涌入同碑道中 永远孤独冰的陷入黑暗 就不是他想要 所以魔神当初放水 让李苏苏回到过去的时光 回到自己幼年时的身边 他只是在赌 赌他会让他自己的魔胎动情 因为魔神知道 只有让自己有了感情 否则这场以六阶命运压住的赌局 必定会输 最后也确实如此 动了情的坦台竟 即便再次化身为魔神 但心中的那份感情依然还在 于是他假意做出毁尸的举动 就为了让李苏苏能够对自己失望 从而修成无情道 从此断情绝念 而自己则与同碑道 同死同灭 这一句 最后将李苏苏推出同碑道 以呼吸力保护三界四周的云云众生 魔神这一切 本开始于自己的阴谋和自私 最后却终于了爱和付出 叶将军府的三小姐 喜欢过那个为他绣盖头的少年帝王 梦境中的李苏苏 喜欢过为他补魂的藏九名 这份喜欢让魔神实现自己的自救 所以这部由百路罗云西合体 讲述魔神与神女对立救赎的闲侠剧 真的是看电视足 说到闲侠剧 在2005年仙剑奇侠传的开播 打开了内定闲侠侠剧的大门 之后赵令的一部花千古 开启仙侠恋爱时代 杨幂的三生三世十利桃花紧跟起后 彻底将仙侠与言情结合的影视作品 推到了巅峰 从这两部戏开始 几乎每年都会上映几部 古风闲侠侠言情作品 但可惜的是 除了这两部戏的热度暴力之外 其他的作品只能用勉强来形容 直到最近 白鹿与罗云西共同出演的 《场阅精明》播出 在这里打破了 闲侠剧低热度的僵局 从预告到播出 这部剧都凭借着 人君角色的高颜值 和色彩斑斓的浮化道成功出圈 都说巨火捧热 这部剧的热播 让剧中演员都得到了流量资源 罗云西 白鹿 陈都林 孙正妮等几位主要演员 都贡献了不少话题讨论 尤其是在这个颜值为王的时代 《场阅精明》就真的 一点都不把观众当外人 美颜绿镜 不仅可以让观众自己调 镜头还是高情的 直接把演员的状态 暴露在了大众面前 看看白鹿的卡粉鼻子 罗云西穿帮的头套 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而且自这部剧开播起 罗云西就一直被喊话 多吃一点 要知道高情镜头 是会拉宽人脸的 多少在现实生活中 算是禽兽的人 到了电视剧画面里 就显得发肿了 在这种情况下 罗云西还是面颊凹陷 看起来像是一副 没吃饱饭的样子 因此他被吐槽 受骨灵循的 根本就没有做魔神的风范 要不是演技割好 不知道还要被喷成什么样子 清楚了网上的舆论 当时罗云西也很逗趣的 向大家讨交食谱 也是娱乐圈难得的 耿直报应了 其实罗云西和白露 在娱乐圈算是相互成就的演员 他们无论是对角色的认知 还是对情绪的把握 都做到了高度契合 给观众带来了 很多有趣的看点 除了这部《场月精明》之外 他们俩之前还共同合作过 现代剧《半时蜜糖》 《半时商》 剧中两人甜蜜的表现 让不少剧粉 纷纷刻起了两人的CP 正在热播的《场月精明》中 导演组还放出了一段 两人拍摄吻西的花絮 众所周知 一般情歌下 男女演员拍摄吻西时 都是十分害羞的 大多数都是一吻而过 不过当了 他们两人这里 却是大不相同 因为剧中有大量的吻西 所以两人早已经习惯了接吻 这次两人因为太入迷 整整吻了两分钟 而一旁的导演 看他俩吻得如此深情 居然也忘记了喊咖 这时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罗云西的嘴 他的嘴唇还沾上了白露的口红 简直不要太离谱 咱就是说 你俩怕不顺再公费他恋爱吧 所以从片场的花絮中可以看出 白露和罗云西的合作 还是非常愉快 两人不仅在戏里有火花 在戏外也很有默契 希望他俩以后能够多多搭信 而且再看了古装电视剧 《场月精明》以后 小编就特别喜欢 他们在云间的部分 看到罗云西吹演古装剧 真的很惊艳 我觉得他适合演皇帝 即高贵青龙和腹黑与一体 不同的身份 带来的感觉也是不同的 《人间》部分的剧情 主打的就是青涩甜蜜的恋爱 看外有种小情侣 谈恋爱的行动感 罗云西饰演的谭台经 作为一国痴死时 一直都是忍气吞声 任由别人欺负的 夜行物就算是 他生命中的一束光 让他知道了 平日里也能够轻松玩耍 而不是任人欺负 但是由于受到了太多欺负 还有点雅兹必爆的性格 谭台经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一座冰山 就像冬日里的一座山 到了后来 我发现他给人的感觉 虽然很冷 仔细体会之下 却也平易见人 其实在他回景国 当皇帝之前 真的是有点担忧 他成为暴君 他形式很辣 有点偏激的性格 当上皇帝 依然这样的性格 恐怕不太妙 但是他当上皇帝之后 有了不小的变化 跟夜行物谈了恋爱之后 整个人变得柔和很多 夜行物真爱苍生 他愿意成为一名人君 善待自己的子民 谭台经登记之后 废除哥哥谭台明朗 在为时的一切刻证 让百姓生活得到了幸福 自己也在收获幸福 起初整个人 还是有点冷漠感 但是经历了波热浮生之后 感情方面算是开枪了 慢慢懂得了 如何去爱别人 珍惜别人了 就是从暴走的性格 变得开了很多人也爱笑了 但笑起来还是有陛下的威严 也尝到了爱情的甜蜜 他在夜行物的身上 领悟到情人的重要性 原本的他 心里没有情人这个概念 母亲早逝 父亲欺养 非让他长大的两位嬷嬷 背叛了他 当夜家追逐后 也没有得到善待 但是夜行物教会他 如何去爱 以及如何被人爱护 人送外号学任静 因为没有情思 不懂爱的含义 有了情思之后 发现还挺懂谈恋爱的 知道怎么让夜行物开心 起初有点口不对心 但是夜行物喜欢什么 他都会注意到 当至此时 两人逛街 颇为冷淡 但是到老婆寒节 逛街时 变化值得很大 好似霸道总裁 带着爱情出去游玩 两人手牵手 真的是一幅幸福的画面 如果这种美好画面 可以永远停留就好了 谭太静对于爱情 没有经验 但是会请教偏人 会放下身段去学习 对夜行物有求必应 真的是让我有一种 看宠妻狂暴的感觉 他以前不会照顾人 后来非常会照顾人 刚开始 有事没事逗逗夜行物 自己觉得很开心 后来知道 给夜行物送礼物 送的都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后来夜行物教会他 送礼物 头人所好 夜行物喜欢萤火虫和星星 于是在花园 挡着鞦韆 送他一场萤火虫生宴 直到他喜欢星星 就送他一块云天 甜蜜的日子 只能很甜蜜 闹心的日子一样要来 情侣之间 一吵架都不愿意陷低头 这是一对没有长嘴的情侣 闹的矛盾 需要靠他人帮忙来化解 谭太静 真的很爱夜行物 宠你得很 大婚时穿绿就让我震惊 他是一国之主 还是觉得自己高盘了夜行物 表示想要什么都可以说 可惜因为宿命的原因 两人没能在一起 夜行物死后 谭太静放弃皇位 重走旭风 寻其之路啊 我对罗云熙的古装扮相 非常大熟悉 第一次看罗云熙的剧 就是平丽狐 真正被吸引的角色 就是祥米晨晨 进入双里的天帝润誉 他跟谭太静一样 不被人重视 后来靠自己 闯出了一番天帝 到长月静明这部剧 算是第三次 看罗云熙出演皇帝 天帝润誉 白发的荣奇 这次景国皇帝谭太静 虽然都是陛下 但看出了区别 罗云熙很适合演古装 先往下回能接一个甜蜜的 和爱人双向奔赴 恩爱一生的角色 这是半世蜜堂 半世上之后 罗云熙和白露的二大 那部剧是一线带剧 而长月记迷是古装闲小剧 有种浅身惊世的感觉 剧中夜行物带着浅世 李苏苏的记忆 所以他一直都照顾着谭太静 保护着谭太静 他不敢完全的信任谭太静 两人甜蜜时 最后带点脑心的剧情 而且夜行物在感情上 就算是聚了嘴的 葫芦性格 若是能够早一点说出来 我觉得结局肯定大不相同 这是继周生如故之后 再看百露出演的古装剧 视觉冲击力很大 甜的时候 真的甜 虐的时候是真虐 后面想到叫救藏生 要救爱人 剧情走向 让人动容 好在夜行物下线着 李苏苏500年后 历劫归来 要是就此彻底没了 那岂不是周生如故的伤痛 又要再体验一遍 希望第三是 李苏苏和藏九名 能够好好谈唱甜蜜的恋爱 希望是相知相爱不相依 足够甜蜜的仪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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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